真好禮哦 真好禮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专业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树芬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在南岛有一位贺亲汉师兄 他的个性很开朗 爱说生笑 说话声也很大声 他每一天都会去环保站做婚礼 那是热露室有需要 他就会趕快去补卫 是这位真有生丹的顺利 但是在四年前 他的太太翁姓 他感苦到每一天都住在家 来没想要出门 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小小女孩来交通 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到底书兄是要怎么来面对的 我们就趕快来看今天的故事 这边要整理过了就要分 我们七年八月分期张花文住进张 他说书上书前都很忙 每天都在彩排 他都没有过去 他说 一个人的书文就是不一样 八万书前发文不一样 他就认这个七块 这个玻璃瓶就是他一个人 认这样子他每天 那个玻璃有人没有分类 他还把它分类好好的这样子 他很精进 所以你打电话给我十六十六 拿手要采访 给我采访吧 刚好我在带孙子吧 没有时间 我就给你推荐后十六小 他真的会很精进 我们这两次卖价钱还可以 一次卖快七千了吧 上次卖好像六千多块 两次这种记录的话 一个月大概万把块应该有 我就是在每天都断上身体啊 至少一天要做个一顿多啊 一顿两顿不一定啊 我跟着车走的话 两三顿有时候上下车 这个水就有问题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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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